颱風夜 風雨嬌加 右側店家招牌 當場被強風 缺落地面 地點在新北市系止 一間診所 遠景道場拉起封鎖線 招牌不堪強風吹拂 重摔在地 鐵皮屋頂垮在人行道上 颱風帶來的災情 還有這 屋底被貫穿一個大洞 樹枝插進屋內 這裡是新北市三峽 一間民宅 走到貨院一看 山坡上的樹 疑似因為大雨倒塌 貫穿屋頂 但小犬不止帶來災情 也引發車禍 白色小貨車剛轉彎 卻往右偏移撞上路源 車禍發生在台北市大同區 駕駛自稱風太大 才會打滑自撞 但北北基桃是這一次颱風 唯一沒放假的區域 民眾湧入講彎按臉書 反應卻很兩極 有人指出騎車上課真的很危險 生命受到威脅 也有人說沒放假代表災情死了 大家應該要開心 而5號上午也有人留言 果然風雨停歇 因為我覺得風雨還蠻正常的 幹嘛放假 鏡頭轉到宜蘭 雖然放假上午卻出現大太陽 沒有誤判的事情 就剛剛一直提到 我想包括中央氣象署 也都一直對外提到 他們所做的相關資料 都是提供給各縣市政府 來做預判參考 一來民眾似乎覺得 賺到一天假照常外出 當地的店家則忙到手沒停過 業者指出新鮮肉品必須提前處理 宣布台風假後 打折公布在網路上 預計能夠全部賣出 百貨公司門口貼出告示 颱風停業一天 但沒風也沒雨 新竹民眾似乎很無感 可能就真的天氣的狀況 沒有達到需要放颱風假的標準 因為新竹市畢竟它腹地很小 然後沒有山區 所以可能影響沒那麼大 民眾對於放颱風假解讀不同 儘管上午感受還不明顯 也別亂跑一旦天氣皺變 掃心發生危險 TV新聞綜合報導